在临终前,为何又给儿子留下一封神秘的家信? 戒子书呢,这文章很短啊,只有86个字 短短的一封信,为何会对诸葛亮的儿子产生巨大的改变? 诸葛詹首先他的文化修养很高,书法和绘画都特别的大 究竟是什么内容,会让诸葛亮的这封信成为世人玉子的保底? 文明之旅特别奉献,诸葛亮写给儿子的信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文明之旅 说到诸葛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他是忠诚与智慧的代表 他的一篇出诗表,让后人看到了一位忠君之臣的一片赤诚 而诸葛亮生前还写下了另外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戒子书》 在这篇文章当中,则抒发了他对儿子教育的思考 以及他对儿子的期望 那么作为一个父亲的诸葛亮,究竟是如何思考的? 诸葛亮这篇《戒子书》,今天我们读来又会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文明之旅,我们请来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赵雨萍先生 为我们讲解诸葛亮写给儿子的一封信《戒子书》 掌声有请赵雨萍 请好,赵雨萍老师,欢迎您在这篇文章当中这里 《戒子书》是诸葛亮在54岁临终前写给儿子的一封遗信 诸葛亮一生为蜀汉鞠躬尽脆 由于平时未能亲自教育儿子 去世前,他将自己为人处事,秩序做人的经验都浓缩在这封遗信中 以此来告诫儿子诸葛瞻 虽然《戒子书》只有86个字 但可谓自作先进 被后人放为玉子宝典 其中,非淡泊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忍的名句 更是流传千古 那么诸葛亮的《戒子书》到底写下了怎样的内容 这封信对于他的儿子诸葛瞻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那我们看看《戒子书》当中的具体内容 来理解这样一位父亲的一片苦心 好,我们一同来看大屏幕 孔宁先生说 福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非淡泊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在这几句里边 首先大家注意 这个静字特别重要 静是诸葛亮推崇的一种生活状态吗 对 应该是他非常推崇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于诸葛亮来说 他的这个静字呢 出水表当中有这么几句 说 成本不一 公公于南洋 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文达于诸侯 好,就这几句 这几句说的是什么呢 翻译成现代汉语 我本来是一个乡下种地的农村小伙子 在南洋那块开了十亩地 种了点菜 种了点粮 然后我也不想当世界五百强 我也不想当学术太陡 然后呢 我也不准备在诸侯那块当什么顶梁柱 我也不准备做什么大企业 在那个时候 诸葛亮的几个同学都已经发达了 比如说徐树 徐元职就已经做了刘备的军事了 而那个诸葛亮的哥哥 诸葛锦在江东孙权的身边 就已经手眼通天是顶梁柱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里边 他体现了诸葛亮的一种不攀比 不攀比 大家看比字怎么写 两个匕首的臂 这个叫做比字两把刀 伤人又伤己 这样呢 就会比来比去 比的没了底线 比的没了原则 比的没了立场 最重要的是比的没有人生方向 所以诸葛亮当年就不是一个攀比的年轻人 对对 这是他的静气的第一点 比较了不起的 静的第二点呢 诸葛亮情绪稳定 诸葛亮在临死之前 其实是写了两封信 大家猜一猜 一个男人在生命要结束的时候 他最惦记的两个人是谁 一个是他亲儿子 一个是他太太 你看这女性思维 那就再往高大上说 另外一个是刘善 不对 他给对手写 对 一般人 竞争对手 一般人谁会 什么一刻还想到他 应该看开了才对 他是因为当时国家的形势 然后呢 他最希望在自己走之前 司马懿能先走 写什么样的文字 能够让对方死在自己前面呢 你要不走 我送你走 他就想让司马懿先走 我在记书当中还确实查到这封信 我给大家大概背背这个意思 说 众达既为大将 统领中原之众 当背奸职位 上前赶斗 不宜甘居土穴 此即与夫人有何意在 翻译成现在汉语 就是司马大都督 你作为中原好汉中的number one 带着二十万中原剑儿 跟我来打仗 你应该像男人那样 出来跟我战斗 以显示你是个爷们 现在你像个女人一样 躲在那个营里不敢出来 你还压抑一点男子汉气概 你要真不出来 我就关你叫声姐 姐你就睡吧 他真有这意思吗 说你 这是你演绎的 他不会说 他只能说你不是个汉子 意思是吧 你不是个男子汉 这封信的意思是 你不是个汉子 可是随即送那东西 就证明了我刚才演绎是对的 他随性给司马仪送上了女人用的胭脂花粉 一套女人的衣服 据说是内衣外衣都有 大家想想多周到 那这是激将法 如果今天我们来看的话 我们说这个激将法 按理说只有蠢人才会上当 这封信应当时没有发挥作用 但实际上发挥了一半的作用 当时首先 马仪中将都怒了 大家都怒火上来 司马仪的怒火也上来了 就是说 你再有汉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不是不生气 是少生气 你说什么人不生气 第一 就心境界特别高 都已经成神了 第二 就是根本没有心 这人不生气 那一般的人都会生点气 我们只要少生气 司马仪也是一个血性汉子 而且手底 马仪中将二十多万人 就让人这么哺乳 司马仪生气了 就是因为生气给他提醒 为什么我满腔怒火 因为敌人给我写了封信 为什么敌人给我写了封信 他想让我出兵 他想让我出兵 不能中计 不能中计 但是司马仪出兵了 京剧有这段叫反弃诸葛亮 司马仪穿着那套女人的衣服 抹着腌制花粉 还带了一枝花 在振前来回扭了扭 跟诸葛亮说 下次做的再瘦一点也行 这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里边就有中国传统一个逻辑 你要想干大事 你就得能胸怀宽广不生气 如果你胸怀又窄又爱生气 您就别干大事 要不然自己能把自己折磨死 不管事情做没做 做多大做小的事 静是修身的前提 对 所以它为什么叫静修身 因为你只有做到情绪稳定了 其他自我修养的事 你才能着手去做 你想想空城记 敌人几十万大军在底下 现在人没这境界 诸葛亮可以 中国话叫做 美临大势有静气 泰山崩于前而面部更色 迷路兴于左耳目不顺 他要表现的这个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事 你想一想这问题 就是七秦孟霍 七秦孟霍相当于 孟霍要造反 诸葛亮第一次把他打趴下了 又反了 第二次把他打趴下了 又反了 第三次把他打趴下 又反了 忍到第七次 结果孟霍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说丞相 要不然你把我杀了得了 最后诸葛亮还原谅他 诸葛亮说我理解你 你有你的原因 希望你能理解我 最后我们达成长久的和平 所以实际上 在七秦孟霍当中 我们特别佩服诸葛亮 第一 他可能没生气 真没生气 第二 他可能生气给化解掉了 所以不管诸葛亮做的是哪一点 他都非常了不起 就是我们现在人 大家面临着快节奏的生活 高压力的任务 上班下班 划卡打卡 还得有个考核指标 所以情绪特别不稳定 于是就特别容易跟人生气 而诸葛亮自己 在那个挑战性的任务中 他能把这个情绪控制住 能做到不生气 这一点也不简单 刚刚老师举了那么多 诸葛亮心静的例子 那他毕竟是人 他到底有没有一些不静的时候 诸葛亮他是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神 他既然是个人 他觉得有缺点 有漏洞 那给大家讲 诸葛亮关于不静的 白地脱沽 这是诸葛亮不静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备临死 把诸葛亮给请来了 请来之后 跟诸葛亮交代后世 三国志上有记载 白地脱沽是真的 火烧连七百里 白地脱沽这都是真的 刘备跟孔明先生说 君才十倍曹批 必能安邦定国 终定大事 我这儿子不成才 能否则否之 不能服务均可自立 这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什么 老太爷要死了 把帐房先生叫为了 哆哆嗦嗦跟帐房先生说 咱家还有十五个亿 看你这么会理财 这么会投资 我儿子不成才 你要看他顺眼就把钱给他 要看他不顺眼 钱就是你的 说的这意思 请问刘备为什么这么说 试探 试探 诸葛亮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而且用了史书上三国志和资质通建 用了四个字 叫做T4庞陀 四个三点水的字 大家想起场面 诸葛亮为什么哭 第一哭 革命老战友就要走了 心痛 第二哭 跟你这么多年 到临死还不相信我 欣伤 第三哭 你都不这么不相信我 你要走了 你的儿子 我怎么跟他配合呀 心乱 所以这一次诸葛亮哭的就特别的实态 我们国外 包括西方的很多著名的人物 一般都是说 他要是在社会上出现 那么突出的一个某一个表现 一般都是因为他经过某一个大事 就让他就跟一般的人完全变得不一样 对 那诸葛亮那方面我没有 我不知道 反正我所念过关于他的任何文章 没有听说他生命中出了一个什么大事 让他突然就变 其实诸葛亮跟我们大多数人的 人生经历都不一样 童年是人生的父亲 环境是人生的母亲 一个人身上所有闪光的东西 往往都来自于童年早期的经历 诸葛亮自幼父母双亡 不是去世一个 是父母双亡 然后诸葛亮家里有五个孩子 老大诸葛锦 老二诸葛亮 老三诸葛君 还有两个姐姐 结果 老大诸葛锦就到江南打工去了 就剩下诸葛亮带着自己一个弟弟 两个姐姐 四处漂泊 艰难度日 到了湖北荆州地区 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 公庚于南洋 他要自己得种地 十五六岁 咱们现在二十五六岁 让你旁粮请弟 你都跑不来 他自己种地 他就给弟弟和姐姐找 找范哲 他得挣生活费 什么叫草炉 城乡结合部 农民空地 大家也捡一棚子 那叫草炉 所以这个童年的生活经历 给诸葛亮应刻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只有坚韧不拔 才能走向人生的光明 第二件事 就是一定得勤俭节约 第三件事 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能着急 一定有办法的 所以实际上 静修身减养德 这里边有诸葛亮 这个心酸血泪的人生经验的积累 戒子书中 诸葛亮为何要力推一个解字 诸葛亮在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站出来 提倡官员财产公开 诸葛亮有着哪些 异于常人的学习方法 这些奇特的学习方法 在戒子书中如何体现 史书上用了四个字 来描述诸葛亮的学习方法 叫做独观大略 我们接下来看 诸葛亮在戒子书当中 又讲了什么 我们刚才说 修身这件事 首先要从静开始 而养德这件事 则从简开始 诸葛亮位居高位 他勤俭到什么程度 孔明先生去世之前 给后主写了一个表彰 公文上就写 说我家无余才 我家里在成都 有十五寝薄田 八百棵桑树 这点田这些树 够我子孙后代生活的 所以在我走之后 请你不要赐给我后人 金银财宝 而且主公你可以去查我的账 我在外工作打仗这么多年 没有给自己存一分钱 我所用的这个物品 和我所穿的衣服 都是朝廷发的标准配置 在此之外 我没有置办任何私产 你可以去查我的账户 如果我的账户上 有多余的一点点钱 你就治我的罪 和我子孙后代的罪 所以大家想想 诸葛亮在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站出来 提倡官员财产公开 他首先公开了自己的财产 他公开了自己财产 而且是零 不过赵老师 您说到这 我也有一点疑虑 你看诸葛亮当年 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就正常的拿朝廷的俸禄 他也不至于穷到这个程度 难道他每年的俸禄 就不足以让他给自己做点衣服 他就不做衣服 穿了朝廷发的官服 那剩下这些财产 他也足可以买点田地 买点房屋置业 那他的钱哪去了 还是说朝廷给了他十两银子 我非要拿一两 我那九两退回去 我这个不太理解 你这问题问得很好 他是有俸禄的 俸禄都哪去了呢 都花到事业中 工作中 家庭中 学习中 所以诸葛亮的理念 不是不挣钱 而是不给子孙后代攒太多的钱 钱存多了是负担 大家想中国古人说 有一个词 装尸体的容器叫什么 叫棺材 什么叫棺材 生棺又发大财 就离这事不远了 你存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攒钱是攒货 官高压运 财大伤身 一个企业家给儿子一点休养和财政都没有 结果给他存了十几亿的钱 那你们把孩子给毁了 实际上 朱镕亮在他这个戒子书中谈节俭的问题 第一点是告诉子孙后代 多长本 是自己创造未来 我给你们留下了一个名声 这个无形资产是最值钱的 你姓朱葛 这俩字就是我给你最大的价值 这就是说财产你可以自己创造 第二点 我们在生活中能看到一点 叫上游所好下必趋值 领导喜欢下象棋 单位里每天都举马炮 员工会放大领导的行为 那当时朱葛亮那个年代 社会风气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成都这个平原是很富庶的 富庶了以后 高层就是有了奢靡之风 朱葛亮看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想倡导一个新的风气 至于他们的奢靡之风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可以去翻三国志看 刘备入成都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府库里的钱全都赐给手下中将了 所有人都给了一大堆 就是拿你们就花去了 随便花 隔三差五就要赏赐 这种白来之才就这么多 所以朱葛亮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就想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手下的人 老大都是这样的 你们都悠着点 像我这样学 所以朱葛亮想用自己的行为来号召手下人 结果这号召很起作用 最典型的就是朱葛亮的副职 这个人叫董和 长军中郎将董和 他是跟朱葛亮搭班子一起搞管理的 然后董和清廉到什么程度呢 他就甚至于比朱葛亮还清廉 朱葛亮还能给孩子们留下几百棵桑树 时机挺甜 董和去世的时候连丧葬费都没有 成相的副手 副董理啊 连丧葬费都没有 对啊 都是靠大家赞助的 所以这件事情让整个干部队伍班子呀都很震惊 不是感动 是震惊 是震撼 就是大家感觉到了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的过程当中 是会做出多么大的牺牲 孔明先生说给大家的意思就是 你要想过滋润的日子 就不要加入我们这队伍做伟大的事业 你就去当个小地主就可以了 我们还能保护你安全 如果你真想名垂青史 标柄千秋 做一件伟大的事业 然后让自己的人生这百八十年过得光辉灿烂了 你就得把自己管好一点 他实际上是在给大家做号召 这叫行为号召 他说的这个简养德 一方面是给子孙后代做榜样 一方面是引导这个干部团队的风气 但这两个都不是最主要的 我觉得诸葛亮说这个简养德 有另外一层现代人容易忽略的深意 这个深意是什么呢 给大家介绍一本书 叫《瓦尔登湖》 1845年的三月 有一个美国人28岁叫梭罗 他自己带着一把斧子 就走到了一个人际罕至的一个小湖边 叫《瓦尔登湖》 在这个湖边 他花费七美元盖了一个小木屋 木屋里只有一张床 一个桌子 三把粗糙的椅子 然后在这块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这里边 他吃最简单的食品 自己种菜 然后把物质生活压到最低的边界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消费 然后也不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也不攒钱 他在这湖边每天漫步读书 然后接触大自然 研究飞鸟飞行的轨迹 看看小虫子爬行的方式 要不然用梭罗自己的话说 晚上在湖边点一堆篝火 看着风把火星吹到黑暗的湖上去 就像流星从夜空中划过一样 最后他把自己的生活体验 都写成了一本书 叫《瓦尔登湖》 建议大家看一看 在这本书里面 梭罗告诉当时的人们以及后世的人们一个重要的道理 就是物质生活发达了以后 人们的精神世界有可能就萎缩了 所以实际上 《减养德》里边它有一个重要的思路 就是通过节制自己的物欲 一个人能提高精神境界 精神空间和精神生活的质量 所以那次我们跟一个买别墅的人开玩笑 他已经有第三套别墅了 我们得跟他们开玩笑说 他以前有家没有房子 现在只有房子没有家 情感淡薄了 物质丰富了 但情感的世界越来越荒芜 对啊 道家也讲嘛 老子说 五有三宝 约词约简 约不敢没看天下先 这个其中的简就是指的节制物欲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和观众朋友一同来看 接下来的戒子书还讲了什么内容 开始谈学的事情 诸葛亮的学问是他自己学来的 他是怎么学的 这个呢 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的学的方法跟当时的那一代人学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各位知道如果你接触过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 大家想我们私塾教育最主要的培训学的方法是什么 是死记应背 对 中国的私塾教育主要的功夫就是背 蒙学就是背 蒙学就是背 可是诸葛亮跟这些人都不一样 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来描述诸葛亮的学习方法 叫做独观大略 独观大略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方飞和我呢 我们都坐在这个椅子上 大家也都坐在椅子上 我们都坐在椅子上 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什么叫椅子 你好好想象这个问题 你坐着就是椅子 请问什么叫椅子 你说老师四条腿的叫椅子 狗也四条腿 他为啥不叫椅子 你说老师 我坐的上面他叫椅子 那我要坐这茶几生 他为什么不叫椅子 你天天接触椅子 你现在就坐在椅子上 但是你根本就说不出来什么叫椅子 最神奇的是 你越说不出来什么叫椅子 你越相信自己知道什么叫椅子 很多学习的人都以为支撑生活的是概念 不对 支撑生活的是信念 所以很多事情就像诸葛亮一样 观期大略 我们只要把握他的应用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学习中强调的是三个有 第一个叫有体系 大家一定要学有体系的知识 不要学没体系的知识 人家问你 诸葛亮哪年生的哪年死的哪人 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 足于公元234年 山东省林一市宜南县人 你说话的时候别人都不知道 你很得意吧 请问你这是有什么用 那你说赵老师你这是什么用 我研究诸葛亮的 我有体系 这是体系中的一部分 你又不是研究诸葛亮的 你没必要知道这个 所以第一叫有体系 一定得有体系 学有体系的知识 不要因为一两个边边角角的特殊知识就自得 第二个就是有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诸葛亮生活那么艰难 家庭那么贫寒 他为什么要认认真真的学那些各种各样的知识 那就是因为他有兴趣 然后第三个是有方向 这个最重要 学符合你方向 符合你兴趣 成体系的知识 这样才不浪费生命 这是诸葛亮的学习的办法 今天我们不妨试一试 那这淫漫则不能历经 显造则不能野性 首先什么叫造 大家看这个造字 第一 里面有嘴 有口对吧 嘴上管不住 第二呢 有足 腿上也管不住 收不住 嘴上收不住 腿上收不住 就是一个人特别想速成 各位想想我们这个年代 大家吃药要吃速效胶囊 吃面要吃速食面 走路要高速 坐车要快速 然后呢 学习要速成 相亲要速配 我们这个年代除了生孩子要足月份 其他都想快 就着急 着急 结果最后造成什么情势呢 幼儿园学小学课 小学初中课 初中学高中课 高中学大学课 到了大学回头补幼儿园的课 我幼儿园里我特别喜欢 那个一个儿哥 排排坐吃果果 你一个我一个 方方没有来 给他留一个 这个儿哥里面包含着人生最基本的三个哲学 第一个讲秩序 第二个讲分享 第三个考虑别人 这个都不简单 但是我们就是太着急 太着急 太着急 整个的一代人都太着急 关键是很多的家长心理想 对啊 导致孩子险造 就是老 口号 一个特害人的口号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人生是一个马拉松 哪个冠军 你看起跑一百米是冲刺的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你给他加一句 用冲刺的方法跑马拉松 会死在半道 现实过程当中也有遇到种种的困难 那么他诸葛亮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呢 而且他是写给儿子的 他怎么劝儿子克服这些困难呢 在诸葛亮写这个戒子书的时候 他等于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做了一点总结 他讲到了淡薄 简禁 稀实 还有一个入世 就是最后一条讲的多不皆是 大家注意 这句话是别有深意的 多不皆是 什么叫多不皆是 别做一个清高的孤方自赏的读书人 别自命清高 我给大家讲究诸葛亮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智慧的人 他是怎么出名的 大家翻三国志 翻三国志 三顾茅庐这一段 二顾茅庐的时候 刘备没有见到诸葛亮 带着关羽章飞大雪天拨转码头往回走 在小桥边有一树林 大雪天满地的白雪 树林里边出了一头小毛驴 小毛驴上做一个老爷子 老爷子背着酒葫芦 鹤霸童年 大雪天从这树林里骑驴出来了 出来之后引了一首诗 一夜北风景万里同云 后骑驴过小桥 独探梅花寿 刘备就去 这老神仙 刘备就冲上去了 刘备说 你跟我一起干革命得了 你这老神仙 小毛驴上这老爷子就说 此间自有大才 卧龙先生诸葛亮 你不找他来找我 你是扔了金砖 找板砖 扔了钻石 找丸石 你糊涂啊你 你不该这个样子 刘备就 心里突然就一激动 这么高的高人 居然也崇拜诸葛亮 刘备到荆州之后 他震惊地发现 荆州不管是在朝的 在野的 高校的 还是街头的 所有的人都特别认可诸葛亮 诸葛亮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 虽然是那么有才华 但是跟荆州那些人 关系出得很好 包括水晶先生 包括徐原直 包括黄承燕 他们都是来推荐诸葛亮的 是有平台 是有战友 是有团队的 所以多不揭示这句话 是诸葛亮告诉自己儿子 你就算读了很多圣贤书 修怀锦绣富有良谋 是个大才 你也得记得 要跟大家多接触 要有队伍 要有战友 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刚听了那么多 诸葛亮先生的建议 然后有很多感慨 但是他那个时候 写信的时候 就是时代跟现代的时代不同 那么在现代的这个时代 该如何遵循 他的那些建议 关于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孔明先生说 银漫则不能历经 险造则不能野性 这个银字指的是 漫无边界 没有节制 昨天看了管理学概论 看了哈里波特 看了马尔登湖 又看了组织行为学 什么书都看 没有方向 没有边界 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然后看一本小说 看了凌晨三点 早晨起来又做了点作业 所以这个银指的就是 无节制 无边界的去做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也是错的 精彩是有度的 如果过了这个边界 就起反作用 所以实际上 银漫不能历经 从学习角度讲 告诉我们 要有节制 要有节奏 要有计划 诸葛亮在戒子书中 对儿子有着怎样的期许 他并没有说让儿子 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革命事业的顶梁柱 蜀汉正传的情权博弈度假 还自己的两个年 一封戒子书 对诸葛亮的儿子 到底带来怎样的改变 应该说 诸葛亮的这一篇戒子书 在诸葛家族当中 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好 我们接下来看 诸葛亮在戒子书当中 又讲了什么 年雨时迟 亦雨日去 碎成枯落 多不皆是 背首穷炉 将复何吉 接下来再讲时光和人的意志了 说到这个亦雨日去 我特别想知道 在青春年少的时候 诸葛亮他立下了什么样的志向 诸葛亮在青春年少的时候 他这个个人的志向 胸怀 可是跟别人不一样 自比管众越异 说我有管乐之才 跟你们不一样 就说实际上 诸葛亮在刚开始读书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了一个 治国平天下 这个叫天下胸怀 我们讲两个细节 诸葛亮为什么不选曹操 诸葛亮为什么不选孙权 最后诸葛亮偏偏要选刘备 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我们给大家讲两个 第一个是我个人判断 诸葛亮是山东省林仪人 大家注意林仪这个地方好地方 王羲之也是林仪的 还有一个人是林仪的 曹操的老婆变皇后 林仪的 跟诸葛亮是同乡 而且两个人年纪相仿 以这样的背景来讲 肯定变皇后会跟曹操说 我们那块有一高人叫诸葛亮 他肯定会说的 你这相当于跟大领导的夫人是同乡 又认识 曹操其实他也很爱财 手下包括寻优寻遇 郭家贾许 这些文士 得到的东西也很多 地位也很高 很受尊重 诸葛亮是可以跟曹操的 但他为什么没有跟呢 我觉得还是跟诸葛亮的故乡有关 咱们说曹操这一辈子 激动发火做两件错事 第一件事是误杀吕伯奢 第二件事是一怒图徐州 为了报复仇 曹操全军代孝 到了徐州 那喘气的猫狗鸭子都让他给宰了 结果呢 当时的徐州地界包含诸葛亮的故乡 所以曹操图徐州的时候 应该图过诸葛亮的故乡 这件事应该给诸葛亮 那时候还小的 留下了阴影 所以诸葛亮一开始对曹操就没什么好印象 而且曹操作为一个奸贼 他名声也不好 他不符合诸葛亮这种 康复天下这种大的志向 那为什么不选孙权呢 这个史书上有一句话 有人问诸葛亮说 你为什么非要选刘备 你就不能选孙权吗 诸葛亮说 权能贤量不能尽量 贤量是什么意思呢 他能尊重我给我应有的地位和待遇 但是他不会给我更多的空姐 不能尽量吗 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 就是千里马不光需要草料 千里马还需要草原 诸葛亮说孙权能给我草料 但不能给我草原 刘备眼前虽然不能给我草料 但刘备会把整个草原都给我 只要你给我草原没关系 明天我给你草料 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你看真是雄才大略 内心有韬略 他在选择自己的主攻的时候 不是看谁有权利 谁此时得意 就跟随谁 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未来 诸葛亮这篇文章叫做借子书 是借自己的儿子对他的训诫教导 诸葛亮几个儿子 史书上确切记载的 诸葛亮有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不是亲儿子 这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锦的儿子 过继给诸葛亮了 然后这个儿子叫诸葛乔 然后亲生的儿子叫诸葛瞻 哪一个更大一些 诸葛瞻更大一些 然后诸葛瞻高瞻原主的瞻 你听到这个名字 就是诸葛亮对他的儿子的期许 那这篇借子书 就是写给诸葛瞻的 当时诸葛亮是54岁去世 然后当时诸葛瞻只有8岁左右 那这通篇借子书 我们读下来 诸葛亮的他的主旨目标 是希望他的儿子诸葛瞻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所有的这个通篇的目的目标 期望就在第一句话上 君子之行 他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君子 他并没有说让儿子 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革命事业的顶梁柱 蜀汉政权的情仙博裕柱 加海紫禁梁都没有 他说的是君子之行 那大家仔细看中国文化 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 这种价值观体系 中国的文化 想把一个中国人培养成什么人 这学生问我这问题 我们这个文化也不想把你培养成 世界500强 成功人士 学术明星 什么演艺圈的红人 什么政府的高官 这都不是我们文化的目的 我们文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把一个中国人培养成君子 那后来历史的发展呢 诸葛瞻八岁的时候 诸葛亮去世 写了这篇戒子书 后来诸葛瞻真的成长为一个君子了吗 我们讲讲诸葛瞻的事 其实挺感叹的 这个 诸葛瞻首先他的文化修养很高 史料上记载 他的书法和绘画都特别的霸 诸葛瞻这个书画都很霸 另外诸葛瞻这个人 这个价值观很正 忠贞坚毅 邓爱法蜀的时候 诸葛瞻守棉竹 最后呢 出战的时候 出战的时候小败 全军后退 邓爱的大军呢 就扑过来了 手下人跟诸葛瞻提了一个正确的建议 打仗应该守险要 野战你打不过邓爱 但诸葛瞻放弃了这个守险要 他急于求成就犯了一个噪字了 他想一战成功 结果双方拉开阵势之后呢 邓爱那多厉害 姜维都打不过 一战就把诸葛瞻给打败了 结果诸葛瞻就战死军前 那个时候他多大 37岁 36、37岁的样子 战死军前 结果更让人感慨的是 诸葛瞻带着自己大儿子诸葛上 小孩当时只有17岁 诸葛上看着全军崩溃 死人遍地 爹也战死了 诸葛上是可以逃跑的 但是诸葛上一跺脚说 上不能报国家 下不能灭敌人 在外不能消灭卫军 在内不能清理宦官皇号 还活着有什么意思 诸葛上上马遥强就冲向敌政 最后也战死军中 这个特别了不起 通过刚才您讲的这段史实 诸葛瞻他最后战死沙场 那是为国捐躯 那这也确实实践了他的父亲 对他的一种期许 这是一种高尚的 所以后人评价说 诸葛瞻在才华上不及诸葛亮 但是在人品和价值观上 一点都不输于他的父亲诸葛亮 包括诸葛亮的孙子 诸葛上 能够宁为玉岁不为达全 也是为国捐躯 跟随自己的父亲 那这应该说 诸葛亮的这一篇戒子书 在诸葛家族当中 还是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对对 这种精神就传下来了 那今天呢 很多朋友看戒子书 我们依然觉得 它跟我们的生活不遥远 虽然这篇文章写在 距今将近两千年前 那如果让您简短的 给我们总结一下 从戒子书当中 今天的年轻人 最应当汲取的一些精神是什么 我觉得就两句话 淡泊明智 宁静致远 就是你要想成就一番人生的事业 要想追求幸福的生活 首先你得学会节制物欲 不要把物质的目标 抬得太高 捧得太大 现在年轻人一张嘴 就是我得挣几十个亿 我得有一个商业帝国 我得有一架飞机 我得有一辆豪车 有一个别墅 可以吗 可以 但是如果你把物质目标 抬得太大了 这个物欲会挡住你的眼睛 然后宁静致远 各位什么叫致远 用我们现代语言解释 叫做你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一个人 你不能说这一代好 你得代代好 叫鸡业长青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会传给子孙后代 后人会怎么看我们这一代 如果我们把宝贝的东西 都扔一边的一天到晚 就是盖楼赚钱 盖楼赚钱 子孙后代会怎么想我们这事 如果我们把水也弄得不清了 天也弄得不蓝了 把这个东西就传给子孙后代 他们会怎么想 所以宁静致远指的是 我们心要平静 要专注 把物质目标先放下 要用综合的眼光看待人生 争取时间上走下去 然后空间上走出去 谢谢观众朋友 当听完今天的这番讲解之后 你们有什么样的疑问 可以跟赵玉平老师 面对面的交流 来 有哪位观众提问 诸葛亮势必轻功 势必轻功 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而且是阻碍了底下新人的培养 人都有优缺点 导致诸葛亮最大的缺点 也是他的势必轻功 对吧 很多人就认为 诸葛亮太细 是他的缺点 公元234年的深秋 诸葛亮在武藏园的军中 然后安排战斗工作 安排整个全军的各种工作 各种细节 最后诸葛亮身边工作人员 就跟司马懿说 丞相睡得很晚 起得很早 干得很多 吃得很少 一到晚上就加班 一到周末就熬夜 而且咳嗽的时候 弹中带血 手下人犯错误 打十几下屁股 成像亲自去数 司马懿心花怒放 少了这个使者 十几两斤子 说回去吧 果然不久 诸葛亮就去世了 但是大家想一个问题 孔明先生那么高 那么有经验 他能想不到这个问题吗 他肯定也想得到 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正结点在于 他想到了 他为什么做不到 这个叫做性格造成的 就是孔明先生的早年是孤儿 这种孤儿的经历 孤儿的性格造成了他的两个重要的特点 一个是控制欲比较强 第二个是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在领导岗位上 他肯定要做性格的事情 因此一个人的能力和智慧 都不会突破他性格的边界 因此我们的观点就是 领导的性格就是单位的分隔 领袖的性格就是民族的命运 六出七三九阀中原 这都是性格造成的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他的性格特点 今天非常感谢赵玉平教授 做客《文明之旅》 带我们走进了诸葛亮的 季子书的世界 其实今天我们的题目呢 叫做诸葛亮 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借子书 今天当我们解读完之后 我们发现 其实可以说是诸葛亮 穿越时空 写给现在所有心怀梦想 正在成长当中的年轻人的一封信 不要期望自己会成为 那个侥幸的幸运儿 在成功的路上 没有人可以逾越成长 过程当中的历练 《文明之旅》 文化之旅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许葛亮